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戴萌兔 这一期节目还在做一下的还就是眼前的这一套扭蛋了 如果一直收看萌兔视频的小伙伴的话 肯定会知道萌兔之前想要制霸两个核弹系列的产品 最终都要折了 最早的话是有一个高达的头像系列 出了两弹之后要折了 然后SD Neo系列的话出了三弹也要折了 那么那两个系列都要折了之后 有很多的小伙伴都跟萌兔推荐了 今天的这个系列就是高达的MSE系列 听说是非常好玩 那萌兔也是把之前的从第二弹到第五弹 全部都已经买来了 全部都买齐了 玩了玩之后确实是挺不错的 所以说今天第六弹推出之后 立马就把它给入手来和大家做一个分享 看看它的质量如何 可以看到这张纸的话可以写到已经是第六弹了 第六弹当中所带来的角色的话 分别是V高达 杰刚 还有刚加农 以及一个刚坦克 还有最后一个的话是它的武器包 这个扭蛋的话一套是有五个 当中是需要进行一点简单的组装 当中的零件还是非常之丰富的 当中的每一个关节都是具有一定的可动 可动表现的话应该说是还算是不错的 这样的一个的话只有500日元 定价可以说是相当之良心 做工如何的话我们做完了之后 再来和大家慢慢的分享 废话不多我们赶紧进入制作的过程吧 请不吝点赞 许回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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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完成了所有的组装过程之后 这一次的第六弹 萌茜茜在组装的过程当中 感觉是和之前的那几弹 有一些有一个最明显的区别 就是组装的过程变得流畅了不少 如果是玩过这个MSE系列产品的小伙伴的话 应该都会有一个感受 就是在组装的时候是非常的难装 要用到大力金刚纸 包括萌茜在之前第一次来分享这一款产品的时候 也有过同样的经历 但是这一次的话就完全没有那种感觉了 组装起来是相当的流畅 不知道是因为这次产品 在它的连接扣的地方做出了仔细的修正的 还是因为最近天热了它的关节膨胀开来之后 让组装过程变得流畅 但是不管怎么说 整体的把玩感受确实是提高了不少 其次第二点的话就是这一次第六弹 在角色的选择上其实也是挺讨巧的 首先第一个V2高达 主角肌完全没有什么可说的 非常的帅 像它身上这种金色零件的部位涂装是非常的闪亮的 光线照射之下可以说是闪瞎了狗眼肩胛的这个地方 高达眼睛的地方也使用到了这种透明亚克力的零件 来表现出高达眼部深邃的那种感觉 除了血体龙的地方有一些歪之歪 涂装方面的话没有什么太大的毛病吧 第二个的话就是杰刚 这次杰刚在身上用到了非常多的这种细节的表现 虽然说全身大多处的零件都使用的是软胶来进行制作 但是完全没有肉的感觉 整体这种边缘处的地方做的是相当之锐利 细节处的涂装表现也还能算令人满意吧 手上这把剑的话还用到了透明的零件来进行制作 在眼部的地方同样也是用到了深蓝色的透明零件来进行制作 这种质感的表现是非常棒的 只不过当中会有一个圆形的装 让这个眼睛看上去有那么一点突兀 像独眼一样的感觉有一些奇怪吧 然后剩下两个的话就是初代高达当中的三巨头中的两位 钢加农以及钢坦克 钢坦克的地方在头部的驾驶舱里面还做出了座椅的细节 非常的细致 而且钢坦克的话全身上下完全没有用到MSE系列的通用骨架 以及通用关节 全身上下的话全都是全新制作的这种结构 拿在手上的这一种小巧玲珑的可爱感觉 完全不像是一款500日元的扭蛋所能达到的那种品质高度 非常的棒 至于钢加农的话则是完全被门化了 头上还有两个小耳朵 是不是还有一点像兔斯基的那种感觉 全身上下红色灵地的地方基本上都是成型色 但是发色表现还是非常之漂亮的 身上的刻线也是非常清晰 细节完全没有发现任何的丢失的地方 那么这个MSE系列的话 其实在比例上看的话 应该是介于正常比例以及SD之间的一个比例 说产品的话可能是比较类似于FW系列 包括他们身上的涂装其实也和FW系列可以说是不遑多让 有过之而无不及吧 但是MSE系列相较于FW来说会有个最大的区别 就是它身上的可动范围是相当之多的 像它的肩部以及手肘的地方 腰部头部以及它的屈膝的地方 大腿的地方都是有独立的可动的 可动范围而且还不是那么的小的 作为一款Q版产品来说的话 这个可动范围萌兔觉得已经是相当之大的了 如果是像今天这种杰刚这种身上的装备不太多 不太臃肿的这种机体的话 其实它的可动范围还是相当之理想的 还是可以摆出那种相当霸气的动作的 感觉可动范围的话已经和NX系列的话 有那么一些些接近了吧 当然MSE系列真正可玩的地方 并不在于它的可动范围 而是在于它的装备扩展性 可以看到它的每一款作品的背后都会有非常多的 这种三毫米的孔洞 这种孔洞的话其实每一个作品 它身上的孔洞都是通用的 也就是说它们身上的背包 以及它们的武器配件都是可以进行替换的 而且每一弹的作品当中 在四个机体之外 还会专门有一弹是送的是它的所有的配件 也就是它们这四个机体可以使用的这种配件包 包括这次第六弹的话当中也是有所附带的 比如说像杰刚用的火箭筒的套装什么的 就可以把它装在它的背包后方 装备装上去之后可以说是毫无违和感 非常的霸气 然后杰刚用的零件除了这两个火箭筒之外 还给我们附带了一个替换的胸甲零件 和一个替换的头部零件 可以进行一个替换 然后在V2高达这块的话 是给我们提供了一块它的盾牌 以及还给我们提供了一把它的大枪 但是不单如此 这个V2的话其实还可以把第五弹当中的 V2的后面的一个大背包也可以进行拆下来 然后装在我们今天的这一款V2身上来进行使用 可以交叉互换 把第五弹的装备也可以拿过来用 因为它们背后的插口都是通用的 所以说所有的这种零件都可以非常自由的进行组合 然后这次给刚加农用的替换武器包的话 是两个类似于像火箭筒一样的零件 可以把它替换掉它背后的两个加农炮的地方 装上两个火箭筒的零件就可以进行替换了 当然在替换上武器包之后 在这个武器包的边上依旧还会有一个孔洞 这孔洞的话可以继续再往上加武器包 然后这个武器包边上又会有一个孔洞 所以从理论上说只要你的脑洞够大 就可以把它所有的武器都可以安装在一个高达身上 像萌兜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让炮灰机变身主角吧 然后刚才还漏了两把武器 这两把武器的话也是杰刚使用的一个火箭筒 以及一把小枪可以给杰刚拿在手上 当然不只是杰刚也可以给其他的决赛来进行使用 同样这种武器身上也会有非常多这种通用的孔洞 也可以发挥你的脑洞来进行一下武器的扩展 那么说了那么多的优点之后 最后来说说它的缺点吧 这个MSE系列我们都觉得它最大的缺点 就是因为它全身使用的都是软胶零件 所以说在扭蛋当中进行挤压了之后 会发生一定的变形 这点的话也可以说是所有扭蛋产品当中 都会面临的一个通病了 像它的天线的地方 以及它背后的这种比较细长的地方 通常都会伴随着有这种挤压变形的情况 当然这种问题的话也并不是什么太严重的问题 只要用热水泡一泡或者用电吹风吹一吹 然后矫正一下形状之后再放在冷水当中 一冷却就会定型了 所以说只要稍微用点新改造型进行矫正的话 可以说这款作品就没有什么太大的缺点了吧 毕竟大家要知道这一个只有500日元 在这么低的定价上有非常不错的分色 还有非常强的可动以及无限的拓展性的话 还要什么自行车呢对不对 至少对于萌兔来说 这个系列的性价比已经是相当之高了吧 那么最后再来给大家做一个购买上的一个小建议 就是如果大家喜欢这一个系列的产品 想要购买的话 其实萌兔来是建议一整套的来购买会比较的好 因为如果你去扭蛋机场一个一个来进行扭啊 转啊什么的 你万一不小心转到一个武器包 你是不是非常的郁闷啊 万一你再转一次又一个武器包的话 你是不是连想死的心都有了呢 所以说要购买的话 一整套一买的话 它的可玩性才是最强的 其次就是这一个系列的下一弹 第七弹的话也已经发出了预告 在18年的9月份就会上市 萌兔也是觉得相当的好玩 有了一定的数量之后真的是越来越着迷了 那这个系列的话 萌兔也会坚持的继续购买下去 那如果喜欢这个系列的话 千万不要忘了持续的关注萌兔的节目 好 那就这样 视频最后千万不要忘了给我点赞投币收藏 以及分享 我是戴萌兔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